Hello 大家好 我是Oyan 終於到我更新我的頻道了 因為上星期離開了韓國 所以上載時間有點慢 今天雖然都是一條關於襯衣的影片 但今次這條影片會比較個人化一點 因為之前我拍的都是找了很多不同的模特兒 來做一個新型的比較 而今次我會選一些我自己比較喜歡穿的衣服 就抽幾套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當中這幾套都是我最近很喜歡穿的 有日常出街 約會 和朋友晚上吃飯 又或者是上班的樣子都有 今次除了在studio拍之外 我們還加插了一些生活的片段 等大家看襯衣之餘 還可以看場地配合的效果 因為穿衣除了襯衣越襯得好看 穿得好看之外 第二樣東西就是需要配合場合 我想大家都一定會很認同 無論穿得再漂亮也好 在錯的場合出現都可以是很fail 所以今次除了說襯衣之外 還會說上場地的配合 等大家的代入感和參考價值更加高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繼續留意下去了 第一套想跟大家說的 就是我最近經常穿的 如果你有留意開我的instagram 都一定有見過我穿這套衣服的了 因為平時工作的關係 其實我是很少重複又重複地穿同一套衣服 但因為這一套 我實在覺得我自己很喜歡 亦都很適合我身形的關係 所以這一套我真的很想穿 它除了很適合我身形之外 它的舒適度也是超級高 另外我自己也很喜歡穿淺色的衣服 亦都很喜歡藍色 所以這一套 整個穿搭上面 你會看到我主要是用了白色、藍色 衣服方面 我就是用了一個beige色 去做一個襯搭的 如果整套穿出街的話 我想更加多些個人特色的話 我就會襯多一雙皮鞋 以及一頂帽 看上去就會更加型格 其實這一件衣服看上去 真的比較女性化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一些 Casual和型格的Style 所以我就用了一個 Mix and Match的技巧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的性格 就不算是很斯文 又或者很Girlly那種 如果跟好熟的朋友出去 逛街又或者吃過飯的話 我下午穿衣服 都一定不會是很Girlly的穿去 反而就是偏好比較喜歡 襯牛仔褲 可以另一件很Girlly的衣服 為它做少少的改變 加上一個新的風格 這樣穿出來 就不會畫過份的女人味 整套穿起來 會覺得很自在 和很適合自己 這件是一個大V-Lang的冷衣 它可以露鎖骨 因為V-Lang的冷衣 特別適合我 而且會比較顯面細 所以Casual wear 也是需要下心思的 所以這一套 就成為了我平時 和親友去逛街 喝杯咖啡的Outfit 說完些Casual的 第二套就說一些比較斯文 我特別喜歡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 因為它是比較短身 如果有看開的話 都應該知道 它是有兩隻顏色 我兩隻顏色都經常穿 無論它是襯褲還是襯裙 都不用穿衣服 因為它夠短身 看上去 腳長一點之外 它還有一個特色的 它是有一個少少 off shoulder 的感覺 如果你想Girly 一點 其實你真的可以拉落少少 就老回鎖骨 Beige 色的感覺 是很低調的 低調得來 但又有氣質 很大方的感覺 如果是情人節 又或者一些特別日子穿的話 想襯得比較有女人味 就記得要加一雙耳環 這個風格 大家應該會看到我穿不少 通常在鏡頭前 我都會比較穿斯文一點的打扮 日常生活才比較隨便 但如果我平時 跟我老公出去吃飯 或者去咖啡店 我都會這樣穿 因為跟老公一起出去拍拖 或者有紀念日 我都會想穿得斯文一點 穿回裙子 You and I will fall in love You and I will fall in love 去穿這種衣服的時候 它是比較素色的感覺 記住在指甲、手色上面 都要花多少少的心思 這樣看上去就不會那麼單調 而且又有氣質的感覺 Squeeze me all so tight Baby Baby Squeeze me all so tight Show me That you love me Baby 這件它的特點除了短身 Off shoulder之外 它還有運到羊毛 即使在現在韓國這個天氣 外面穿著長羽翁 裡面就這樣單穿一件 都夠暖的了 這套要介紹的就是一套比較正式的套裝 其實相信大家出來工作的時候 都不難找這些場合 要穿得比較正式一點 但其實這個套裝 如果你穿一雙短背 其實感覺也是可以去派對 又或者晚上去飲食 但如果你換一雙平底又或者高跟鞋 立即就會變得很斯文的行政感覺 在穿這些套裝的時候 我自己的衣服方面 通常選一些比較淺色一點 和簡約一點的襯衣 這樣就可以突顯整套的效果 我選這件襯衣 它除了因為簡約款之外 其實它也有少少細細的位置 特別是在手袖 領口位 以及胸口位 都有很多摺摺 可以做到一個少少封空的效果 上身的衣服簡單得來 要保留一點細細的位置 讓你脫一件外套的時候 看上去也沒有那麼單調 但穿起外套的時候也不會太浮誇 在手袋上 我也是會選一個比較細小的手袋 看上去會較 girly 穿這些衣服的時候 記得不要漏了耳環 又或者是手鏈戒指等等 少少的飾物是可以令到你更加優雅 又或者更加有氣質的 這套如果有重要的活動穿去的話 真是很適合的 例如你可能要見客 又或者有會要開 甚至是約了在酒店 又或者是高級的餐廳去吃飯的話 都很適合穿這種套裝 我穿去這一天 其實就是約了我老爺奶奶一起去吃飯 喝杯咖啡 所以穿起這套 如果在附近遇到朋友出入的話 都不用擔心好失禮 當你整套離遠看的時候 它都是淺色為主 亦都沒有浮誇的顏色 但整套的感覺都是有少少氣勢的 穿出來給人的感覺是很正式 亦都很端莊 所以我建議穿去開會 又或者去飲宴 效果都會很好 而且給人有一種很尊重整個場合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 會說一句 到時記得穿得更漂亮 其實都是想穿得更端莊 尊重整個場合 拍照的時候都會更漂亮 到第四套要介紹的 它是比較斯文和daily的一套 我今次搭這套的顏色 是用了灰色、深藍色和黑色為主釣 為何我這麼喜歡這套 因為它簡單低調得來又很白搭 你看到上身衣服和裙子 都可以搭配其他不同的單品 衣服主要是crop top 如果搭配一條高腰裙 就會令腳看起來更加收長 灰色和藍色的搭配 它是比較偏冷的色調 所以在accessory方面 我都會用一個比較經典的黑色 去做一個穿搭 在日常的日子裡面 一定會有一些場合 是需要穿得低調一點點 但也都斯文 這一晚我剛巧約了朋友吃飯 他們全部都是很久不見的朋友 所以在穿衣方面 其實真的不需要穿得很浮誇 又或者想做焦點的感覺 這樣就已經是很好的了 整套穿起來都很舒服 就算是一起拍照 又或者大合照的時候 都不失禮 你見到我亦有加一對耳環 但跟剛剛套裝那一對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一對你見到是一個 波波的形狀 感覺就會比較可愛 就算大家不是出去吃飯的話 可能晚上和男朋友 一起出去看一套戲的話 這樣穿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今次就和大家分享了 四套穿搭 都是我自己最常穿 以及最近最喜歡的外套 其實四套外套雖然很不一樣 但在裡面都可以找到我不同的一面 例如是工作的一面 見朋友的一面 又或者是見老爺奶奶的一面 所以其實在穿衣 可以反映出每個人不同的性格 去不同的場合 又或者是當下你想表現 你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雖然今次隔了一段 比較久的時間去上載 但也希望大家喜歡我這一條的影片 未來的影片 可能會加插一些我個人的Vlog 又或者是我自己工作的日常 大家就記得繼續留意 如果你喜歡我這一段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和按LIKE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BYE BYE